一人阮教翔8月6日在香港关堂会将在今年10月在香港麦花城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召开记者会 阮教翔发挥柔秀口才,自己担任记者会主持人 他透露第一次发唱片是在1989年,今年是30周年,很值得纪念 所以推出新歌《大梦想家》以及举行演唱会,希望鼓励大家追梦 那你的福禄兽好搭档王祖兰和李思杰会不会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呢? 我不会答应给他们上台的,这次我是主角 其实我跟两位兄弟都没有分开过 因为就好像在11月份我们就会去广州做我们的福禄兽19年的演唱会 不是王祖兰和李思杰的话,既然要鼓励所有人追梦,会不会邀请一些特别的新人歌手,借此向大家介绍对方的才华呢? 在演唱会上面,嘉宾方面,我这次有一个想法,就是一个传承的想法吧 我在乐团也差不多30年了,那我觉得在这个演唱的机会上面,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不管是音乐或者是友情或者是我欣赏的新人,所以这次有一个固定的旅嘉宾会三天晚上都跟我一起唱歌 那这个嘉宾我也不想透露他的名字,也想大家亲身来看的时候有一个惊喜吧 他唱歌非常聊的,也非常有音乐性,希望大家到时候给他多一点鼓励